今晚實在有健康吃飼養嗎 嘻含的飼餅紫米粥 你看這個四雙 不要浪費這樣 就要把黑糖放進去 你還放黑糖 喔 一直喔喔 對他不能認真 一夜來 太誇張了 今天下午六點 晚上十點 超市實在有健康 很努力的把我這六年來 從美食大山峰到愛玩客的 一身功夫啊 慢慢的傳授給阿德 你有 我去哪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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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滴大滴 大滴大江南北 愛吃山珍海味 站在這個裡面啊 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啊 還有一個保護人員在這裡 快要發財的感覺 玩在工作 愛在生活 我就是愛玩客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你覺得凡哥是到底會是怕你的嗎 其實我覺得還好耶 什麼還好啊 還需要覺得嗎 他化成這樣 沒有他的朋友都稱他為餅種 什麼叫餅種 就甲乙餅 就是人家做的假的啊 假是最好的嘛 ABC嘛 反正他就是餅種 因為他常常會做一件事情就是 他自己不敢打電話給我 他的朋友打電話跟我講說 那個我們等一下要去吃飯 那個地方有唱歌 凡哥可以去嗎 所以這種事情 他不敢打電話抱貝 他還有朋友出面 我怕你的啦 可是我就會跟他講 我說你不要這樣子 這樣很沒面子耶 是你沒面子 他沒面子 我喔 對 人家會覺得好像我們很兇的 我說我從來沒有管你 他說沒有啦 我怕說等一下我講了你又不開心 我什麼時候不開心啊 你就是不開心 一定有不開心過 他才不敢講啊 沒有 我就說 好啊 去啊 沒關係啊 早點回來 這就是不開心啊 我沒有開心而已 我並沒有不高興 沒有開心就是不高興 沒有沒有 它有差別喔 一種是我生氣你不要去 我就說沒關係啊 你去啊 我又不開心啊 那就是一樣的啊 就是沒有 沒有 沒有 很小心一點 凡哥反而會 就是從這樣 有點怕你 然後變成他會撒嬌對不對 對 他比較會撒嬌 你知道他撒嬌的方式 其實大男人撒嬌的方式就是 我們看是很可愛啦 可是別人看就覺得 看不太懂 你知道嗎 我懂我懂 怎麼樣 怎麼樣 他比如說他有時候會說 我說你在哪裡啊 他說 他說 嗯 他說就這樣 嗯 我說什麼啦 你猜 我說啊 我說要問你說 你幾點要到家要吃飯了 他說 哦 我在家了 就他在樓下了 就他是喜歡有時候跟你玩這種 遊戲 對 或者是打電話問你說 忽然我明天在接小孩 三點鐘準時接小孩 他說 你在哪裡 我說我在接小孩啊 我在你後面 蛤 你在哪裡啊 他說 沒有 我只是試試看 看你會不會害怕 那其實他 好無聊 真的嗎 無聊 我跟你講 你現在講無聊 你們兩個都還沒結婚 等你結婚十六年 你不找這些樂子嗎 怎麼活 是不是 情趣情趣 真的 那時候你還要這樣子 哈哈 老公你好好笑我 其實你講啊 又來了 你看那曾經講過什麼 真的讓你覺得是很 溫馨的 溫馨啊 他常常其實會說一些 也沒有算很溫馨 就是有他看我真的太累了 他就會跟我講說 你不要那麼辛苦了 譬如說晚就不要洗了 你就放著好了 這樣 我會覺得說 他就說你就放著 放著不要動了 你就休息 不要再走來走去 你坐下來跟我一起看電視 那最後還不是你一起 不是 我就很溫馨 叫說 老公你真好 就這樣站在他旁邊 然後看一看 然後就睡著了 到第二天 早上起來 又煮了一餐 中午那個碗還在那裡 到了晚上那個碗還在那裡 然後到了晚上他就說 為什麼沒有洗碗 我就說你昨天忘了 你很溫柔的跟我講說 太累了 就是那個時候 我會有這種感動 他只是說太累了 你晚一點再洗 你不要現在洗 對啊 他只是想要我陪他看電視 再來就是說 我也會覺得說滿欣慰 就是一段時間 他就跟我講說 你放個假 譬如說兩天 因為我常跟他講 我是7-11 年中午休 他說你可以放兩天假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還是有點人性 威廉 等一下回去不要洗碗 這個過兩天再洗 每次一次洗 我放一個假 到旁邊的7-11去逛不逛 你公園遠一點點 他真的 他每次都會說 他要跟我放假 而且都在別人的面前講 但你只要真的跟他提的時候 他就會說 你最近真的有壓力很大嗎 然後他就會說 那到底有什麼事情 跟老公講不行嗎 就是他還是不希望你去 他還是依賴你啊 對 沒有你我怎麼活呢 是不是這樣 7-11都很輕易的講這種 就是聽起來很沒什麼 對 7-11都很輕易的講這種 沒有帶動的話 都可以這樣隨便講 先前條件就是臉皮要夠厚 對 而且久而久之你就會覺得 一直被捧一直被捧 一直被我捧得很高 他就做很厲害這樣 對你就會覺得說 他不能沒有我 我已經被捧那麼高 我也不能隨便 就是讓他知道說 其實我做不來 真的 所以看起來聰明其實是笨呆的 你有的時候也想要笨一下 就是你有時候也會想說 這個其實我不會 可是你看到一個更無能的人 你就想說 好算了算了 其實我都會 我問你來會經歷一件事 教小孩功課的時候 因為小孩功課其實現在滿難的 但孩子來問我就說 爸爸這個很難 這個怎麼這麼簡單 去問你媽媽就好了 是不是 他以後就問你就好了 是因為跟我們最後 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七寶的好處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當七寶的好處 我覺得當七寶的好處 第一個建立太太的信心 跟信心 他不用你說 謝謝了 第二個幫助自己 這個有些事情可以讓別人分擔解牢 不用勢必輕功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就是 夫妻的關係 其實真的會維繫得更好 其實真的 對啊 因為其實我沒有他 真的我現在什麼都不會 我只剩一張嘴 用講的用吃的 其他我通通不行 對不對 從食衣住行每一件事 你看食 吃東西他弄 衣服他幫我準備 要準備 像今天衣服 為什麼 寶儀說看到我很僑順 因為這自己準備 真的 自己準備 差很多耶 真的差很多 你這個好暗淡喔今天 就要把自己 就 這就是我們 陸幕 很重要 七寶整個就陸幕 真的 對不對 他這幾天沒有跟我住啊 這個男人會承認自己 是弱者 是承認自己怕太太 其實七寶為了讓太太有面子的做法 其實 不是 我不是為了 我是講真的 他真的說我今天很憔悴 這衣服就是我準備了 真的 很糟糕耶 很糟糕是吧 你看你沒有我 你怎麼 怎麼還能這樣活在你這個世界上 你都不像偶像 不是 這沒有辦法 這因為我最近工作的關鍵 這也流浪漢 也流浪漢 對不對 不過其實說實在啊 我覺得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雖然我們這個太太們 都有點抱怨說 哎呀好累啊什麼的 可是心裡呢 甜蜜都還是在的 夫妻關係反而是很好耶 對你會發現其實 雖然說安育 把男人養成七寶 然後男人會顯得很無能 可是事實上 這也是維繫婚姻的一種方法 真的 所以呢希望大家的婚姻 都能夠長長久久 太開心了 謝謝 唱片金童為何心圖重創 自毀前程 雖然檢驗聽說 我有先天性的急尊法徒症 我媽媽那時候 大概得了九年的重度憂鬱症 就放棄我自己 那時候會偏差就是 但是我去除等等 放棄我 你們的安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接下来播出